大家好,我是五仔 OK仔,你好 喂,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說說林鄭的施政報告 一出了之後,很多記者都會去問她 好像有些新的東西,例如一些文化界 網絡23條和MIRROR 都問林鄭那些問題 是啊,大家問MIRROR 因為大陸那些所謂的,有人形容為梁拋的藝人 范圈那些很風潮的粉絲,如何去追星 香港和大陸很多東西都符合國情 你看到23條和網上的沉搖滋事 林鄭呢,我們之前也說得她多,那些派桶主屋問題多 竟然,其中一環,大家重臨了 這句話,網絡23條,下屆立法會重啟 這些就沒得搞了 因為當時我們還會發聲出來 叫做游阿恆,叫做出來說說說說什麼 政府每一次都已經是推翻的 沒錯,即是過不了的,又拉布又整整的 沒錯啦 但是你說現在風大雨大 那誰出來說說什麼呢,我想都不敢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 可能過得到,是不是 這次林鄭呢,就厲害了 一個個特首都過不了 她又過得到 林鄭這個四眼妹仔,有人這樣說 說她這期真是聰明 為什麼呢,懂得看天氣 天氣,風大雨大的時候 她是時候推些東西出來 你現在推什麼都可以 因為經過這個 很久之前,說網絡23條 之前打算收定 提交過立法會 被當時的民主派 或者非建制派的人士 拉布拉低了她 那時候就是 大家都知道 出來了又說 有意見 香港市民對這件事 所以以後呢 所以就在2001年 那些修訂條例的時候 擱置了 其實對網絡,大家都知道 這條網絡23條 最重要的是 不讓你二次創作 翻唱這些事情 惡搞 翻唱都不行 惡搞 諷刺政府 這些二次作品 全部都有機會被人告 翻唱不行嗎 不是吧 只是二次創作翻唱而已 2011年的修訂條例草案 去到2014年的時候 規管任何人 在YouTube、Facebook 規管任何人 等電子傳播方式 轉播侵權作品 但由於二次創作翻唱作品 都未豁免 或影響網上一些惡搞諷刺政府的二次作品 政府亦可以繞過 版權持有人作出檢控 哦 他不告你 政府告你 這是2011年的修訂條例草案 到了2014年的時候 就有些減辣的成份 如何減辣 戲房、諷刺、滑溪、模仿、評論事事等 納入豁免範圍 否則黃祖嵐上次班 林鄭月娥就被人拘捕了 但是說到了 翻唱歌曲改詞作品 亦不獲豁免 但是那時候也是 那時候也是 大家都說言論自由各樣那樣 那時候泛民主派 即非建制派的人 不斷爽拉 拉到他 日月無光 終於拉下了 其後 去到16年的時候 就表決了休會待續議案 所以 一直割接了 但是為什麼林鄭月娥會說 就重提這件事呢 現在什麼都可以了 因為很簡單 國家十四五規劃 就說要說到 香港要劃分為 知識產權的貿易中心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事情又幫回來了 知識產權的什麼中心 但我記得之前 習大大跟騰訊還是什麼 音樂那些 你就拿出來 音樂就拿出來 其實大陸 對知識產權 又不是那麼重要 本身他們都有知識產權 大陸也是有的 但你看抖音就知道 又這樣說 對某些品牌 知識產權很重要 那些 柳百倫 柳百倫 Oh 柳百倫 柳百倫 全部都是阿迪達 你不懂得聽 你不懂得聽 是阿迪兜 阿迪兜 對 總之大家都明白 他們對知識產權 總之都是我常常覺得 那句話題是有的 他們怎樣去執行 就在他們的道 把刀在他們的道 要保障知識產權 保障政府乾乾淨淨 大家不要唱衰 沒錯 他們的目的希望要打擊這些假新聞 假新聞就是不可掌 對 還有沒有什麼假新聞 從他們角度來說 適合調子就是真新聞 實有很多真新聞 不要緊 其實我們林政司長 對現時網絡界 網絡社會 網絡平台有多了解 他好像真的不太了解 我覺得他不懂得用百合通 除了不懂得用百合通 也不懂得賣徹指之外 他不太緊貼 只是緊貼中央 不緊貼時事 或者不緊貼娛樂 他也不太緊貼中央 如果他緊貼中央的話 劏房應該就搞定了 你是這樣想的 林鄭他們很懂得擺位 重中之重 不是劏房 劏房說沒問題 還挺舒服 有時候我也忍不住笑 很有趣 很可愛的這個女生 昨天林鄭出席電台被人聞到 如你所說 緊貼內地打擊糧炮飯圈 香港娛樂圈會不會受影響 大家馬上想到造型不是太Man 滋粉味比較重的香港藝人 幸好林鄭也說了一句 我沒有粉 我不知道 她不懂 我不懂 不懂就好過認識 她認識那些她認識 她知道她打擊你 然後就糟了 幸好她不是鏡粉 如果她是鏡粉 追上一份就麻煩了 追上一份 對 到時候 到時候都是MIRROR的廣告 老實說 如果她喜歡也會死 她會去請她的節目和活動 然後去跟她拍張照 或是把她放進特首府的照片 不斷上拍照 一拍完那張照片 一貼出來 你就不用做了 告訴你 你十二個 不是說不用做 你知道的 很多人要求要打架 你打得多少 每張照片都打架 沒有理由 她弄死了很多隊 弄死了很多隊 這個Suppert Moment 跟林鄭拍的照片 曾經在Band界也很紅 另外一個 Youtube的三哥屎萊姆 也是跟我拍張照片 死亡之問 幸好她不認識MIRROR MIRROR也有人笑 也好一點 她親口自己說我不認識 是不是真的認識 還是假 不知道 原來她也是另一個 陳隆那個 有一點 對 即是說她也有奶奶 或是讚好的時候 她之前說 如果酒吧喝了一點酒 會發生關係 然後酒吧業界 全部都會混蛋 對 她自己都會喝兩杯 對 全部混蛋 死亡之問 林鄭這些 死亡之問 都令人憂慮 所以昨天 說起這些出席電台 所以人們就馬上問 很緊張 林鄭你這麼緊貼 內地的正情局勢 你打不打擊這些 又鼓勵生孩子 對 香港的男團會不會受影響 幸好林鄭立刻說她 我不認識 但是這個網上 有人說 是不是假裝 林鄭 為什麼MIRROR也不認識 我覺得她 可能對這些年輕人 沒什麼興趣 你知道林鄭 收了經 收工 可能她對這些年輕人 小鮮肉 本身沒什麼興趣 所以 但是葉劉也很有興趣 我覺得很奇怪 我相信 證圈 或者這麼說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知道 你未必很熟 但你起碼知道 了解聽過 她簡直說 完全不知道 脫了折 怎麼說呢 如果你看新聞 你經常看什麼版 你混集所有新聞 一行十個 又有什麼 我想她連新聞都不看 她的新聞 我覺得只是看上面中央的新聞 即是怎樣 大公報 可能是看環球時報 那些 香港 你問我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她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對 什麼叫藍團 梁炮 飯圈 要問你 最紅的不是劉德華嗎 還是劉華 所以你令人憂慮 究竟香港 有什麼她知道的 你這些 這麼Hit-Hit 到這樣 風魔傳 全香港 甚至乎內地 現在說到歐美 她都好像不聞不聞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她其實 我們知道 就是因為 我們被迫知道 這樣說 她又不用搭地鐵 地鐵周圍都是MIRROR的廣告 她好像沒有銀行用 有Pay Me 看到姜濤 她沒有銀行 沒有得Me 沒有得Me 又不怪她 但她也有兩個兒子 她的兩個兒子都不會完全不知道吧 沒有溝通 她又說很緊貼 又說了解年輕人的情況 自己兩個兒子都不太了解 兩個兒子平時都不溝通的時候 她怎麼可以了解到這些時事 怎麼可以了解到香港的環境 靠別人把口說給她聽 現在她知道 所以我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她回答的東西 全部都是很官腔 何惠官腔說 她不知道藍團這些情況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 中央堅持都是一國兩制 她說文化工作都是按一國兩制的辦事 其實她在說什麼呢 問你知不知道什麼糧炮 問什麼飯圈 你只會回答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好像不是很清楚 其實這個一國兩制也挺好擋箭牌 是啊 如果不是 即是叫做什麼 給予兩分薄面 如果她不懂擺一國兩制 別人中聯辦走去下 好像下了我上網再看新聞 你們怎樣滑上去的紅媒都沒用 說到中聯辦很多天了 做這些社區工作做了 沒用了 她都不看新聞 但是其實她說這些說話 其實有點被人穿了底 為什麼這樣說呢 她又說到支持中央 又說按一國兩制 國家到底會怎樣 我們就會緊隨其後 那什麼叫緊隨其後 又一國兩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她說這些文化 如果沒有踩著紅線 那這條紅線是誰頂的呢 是中央頂 香港頂 我當你中央頂 你知道這條紅線的底線是去到哪裡 但是現在有人問她 你的糧炮飯圈是中央又說要出手 說可能要插手搞的 她說話跟自己有一點抵觸 人家問你這些會不會踩到紅線 總之一國兩制不會危害國家 國安法就沒事了 但是上面又說要抵制 人家問你動不動它 我又不清楚 很奇怪 她那條線可能就是 我想啦 即是如果你MIRROR 如果要集友出來 就搞政府 那當然會動你 如果不是的 自己在賺錢 現在暫時還是一國兩制 就不先搞你 總之你不是搞到幾百人 湧出浪豪荒 然後不斷上拍照 都沒有什麼 那些就用限聚令 499支 599支 他不會因為你是糧炮 或者因為你的粉絲很多而搞你 不過你的粉絲多得來的時候 原來一起舉起電話 然後不知道多少個訴求 又缺多少不可 這樣就糟糕了 如果這樣 即是你借這個名字去做其他事情 他們不是搞這些的 沒事的 但當然啦 林鄭有時候可能要緊貼到這些事情 你被人說到 一會兒問MIRROR 你都不懂 這麼熱 內地的網民比你還熟 內地的網民更熟 現在在微博討論他們 但你說討論 他們都不能上大陸 當然有些人就說很開心 為什麼 我上次就說進軍大陸 就糟糕 糟糕的意思就是 不用上了 就不能上了 因為別人的口味不同 口味不同 他講了很多評語 又說好像那些 媽靈喉洗頭仔 這些全部都是微博的人說的 他說 怎能自己摸醜 根本看不出哪個是明星的程度 當然有些香港的網民就在反駁 就說 喂 你們那些看慣整容樣的 這樣 不停說整容整容 我又看到崩口人的崩口碗 你這麼大大聲 某些成員聽到會不會不開心 對 因為以我所知 你也知道 一些紅的藝術師 其中有一兩個 你紅得來 一定會照顧老爸老母出來 沒錯 不要說誰了 老爸老母的弟弟都大鼻 然後他就直不甩 這樣 穿崩了 不是穿不穿崩 問題是你生不出 你明白嗎 那些粉絲 對 看那些死人整容 哎呀 真是崩口人的崩口碗 沒錯 不要說那麼大聲 有時候大家互相攻擊 你知道網民的 在網上罵戰的時候 說話 說得興起 對 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東西出來 對 變相曲線助攻了別人 真的麻煩 助攻 你知道世界不是兩軍的 是三國演義 或者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 就是七國那麼亂 沒錯 兩邊罵的時候 還有些人站在這邊 吃花生 兩邊你說而已 你就易分發而已 對 有些人就兩個都很糟 看你最開心 就像你所說 沙沉沸沸沸沸沸 就殺錯良民 對 在網上罵戰 你見到那些人 大家都經常在說 大陸的網民 有說那些人都不知道是怎樣的 那個樣子又很不靚仔 跟內地的藍團的水平 真的差天共地 內地的藍團 你又問我 其實大家的化妝 或者打扮 我覺得是比較接近 差不多 都是那些味道 扮韓星 妝容扮韓星 但上面大汁 甚至好像蛇精男一樣 蛇精男又誇張了 有些三尖八角的臉 很恐怖 不過如果你說蛇精男 又是令人有點嘔心 但又是鼻樑涉架體 對 不斷擠高個鼻 擠高個鼻 擠高個鼻 打玻尿酸 透明質酸 感覺上 全部都是白白正 小鮮肉 很寒風 很寒星的味道 其實大家都只是吃同一條水 不同人的 我又覺得 不必要講到這麼大聲 可能他早有一天 出過藍團 又好像這些 或者你們追上MIRROR 紅到你都要追 我想又不會 怎麼會追大陸明星 不是啊 我說大陸 可能如果他早有一天 MIRROR紅到發指 大紅大紙 入侵大陸 你也知道 熱潮的事情 你不追星 就好像很複雜 這樣說吧 我覺得MIRROR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會開心 還是不開心 我覺得MIRROR在大陸 就不會紅 是 我相信很多粉絲聽 好啊 好的 千萬不要回大陸紅 私有化了 一定會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呢 他本身現在 那個起步位不好啊 那個起步位不好啊 你香港就說 喂 你不是無線人 ViuTV 你有個二分而已 沒錯 因為大陸那麼多 那個方向太多 你現在上去香港 現在那個起步已經說 什麼啊 那慘了 我上次說完之後 不是太多人反對的 可能也認同 大陸的網民說 那些什麼洗頭 那些 很多人都說 說得真是 很重啊 你說好還是不好呢 我說應該不能上去發展 幾件事 一 他不是貼TVB 是 如果他貼TVB呢 那就不同的說法了 嘩 如果黃祖南搞那個 什麼男神廚房 他轉過頭 轉過頭 然後就 放他上去 是啊 立即 搞定 這個我覺得是重點 如果他出生於在TVB 是啊 基本上 先不說有沒有現在那麼紅 我當他有現在那麼紅 他肯定打到入內地市場 應該要這樣 他現在有這個人氣 轉會TVB 轉會嗎 先上到北 但如果一轉會TVB 會不會有很多人 立即 即時見效 但是這樣說 人是這樣的 好像周伯豪那時候 香港很多人喜歡 中國豪 對 中國很多人喜歡 周伯豪那時候 多人喜歡 沒用的 經常喊窮 找不到錢 轉過頭 跟建制派唱歌 回大陸又晚會 又唱歌又成成 那些電影又上到大陸了 沒事的 香港人不喜歡我 就像周伯豪那時候 那時候未有中港矛盾的時候 周伯豪也說一句 其實我放棄香港市場 他說 我在這裡做一線的歌手 不比在上面做三線的歌手 賺錢多 那倒是 你本身的市場問題 我覺得完全是 就是看看你的本質 你是想要錢 還是要在這裡堂水滾堂 也會這樣想的 如果MIRROR那麼大堆人 一起轉會 如果像你說的 轉會衝上去的時候 那又有多少可以留得低呢 我又覺得 未必完全可以留得低 大陸都很難搞的 加上大陸現在 嚴打他這種造型 你沒得搞的 基本上回不到大陸 是 回到也要流洒 流洒 真的整件事變質了 明明喜歡小鮮肉 變成大叔的愛 整班 以前有些人香港是不喜歡的 譬如有個叫做中漢良 是 中漢良回到大陸又是爆紅的 是 神經病 一線藍明星 你問我如果MIRROR有六個 有些連燈吹到 就說要解散了 又說要分開發展 不是解散 不過是重心發展那幾個 那就是 就是不理你 就像以前的狗餅 狗餅 他沒有解散 又說餅碎 不過比新MIRROR 總之不知道他 新MIRROR還是什麼 那就是 有些不同的 你找不到吃 難道吃勢黏著 做別人的賤底嗎 做綠葉 在旁邊 我覺得不妨博一博 老實說 你這裏不紅 你這裏做配角 好像當時都說中漢良 你怎知道你回到大陸 會不會做一線明星 其實很多是 如果MIRROR 最後好像篩選那樣 最後五強 只剩下最後三件 其他那些怎麼辦 有些可能 我覺得如果是 立即轉型 立即留一筆帳 立即回到大陸 當然要 像你所說 上去就算是三線 你也可能有機會找到吃 不好意思 剛才說的是一線的香港歌手 和三線的大陸歌手 如果MIRROR 賺不到錢的理解 你回到大陸開抖音 我想賺錢多個 做藍團 開這些抖音 分分鐘更吸引 做一個網絡人 但這樣說 這些是自己選擇的 事業可以這樣經營 不過你說 我不行 我怎樣留在香港 沒有問題 那你每個人選擇 選擇 我們純粹是給一點點意見 一點點看法 今天的新聞來到這裏 下一節我們再見 謝謝梁先生 拜拜